各位法师及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开始来上 能言经二十五元通的第十堂课 我们上课前我们现在先念 三称佛号和开经记 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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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诸位善知识 我们现在这一堂课 我们看第一 就是能言经二十五元通的 巴陀婆罗菩萨 这巴陀婆罗菩萨 他的证悟的因缘是什么 以及他是如何证到元通的 我们要讲他的证悟的过程 以及经验还有方法之前 先跟大家来提示 有两种修行方法 这两种修行方法 一个叫思维修 一个叫不思维修 一般我们讲这不思维修 当然就是我们不用意识心来分别 来分别 那这个分别是善分别 我们不用意识心来分别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保持我们的决心 也就是在能言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强调的 很清楚的这个根性 就是保持我们的见闻秀长觉知 我们保持这个正知 保持正念 没有其他的妄念 没有其他的染污念 这样子的思维修叫做不思维修 那这个就是保持长觉 我们这个觉性 就是刚刚讲的能言经说的根性 我能够听到声音 我能够看到荧幕 我能够用手来写东西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的根的作用 我们能够在日常当中保持这个 知道 第一个知道就好了 所以保持我们的佛性 保持觉性 这个叫长觉 那这样子的不思维修 最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难不起心动念 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正确的知见 已经先把它确立好 也了解到什么叫菩提心 什么是我们的佛性 那么我们在运用这个佛性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发现 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觉 我们保持觉性 可是我一旦觉察说 我有动了一个念头 赶快把这个念头断掉 所以这个叫断相续心 那一般我们为什么要断相续心 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心 一直在相续一直延续下去 他相续的通常都是染污的心 都是不清净的 都是昏沉啊 或者是混乱的心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乱想的心 把这个不安分的心 要把它断掉 所以这个叫断相续心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 另外一个修行方法叫做思维修 因为众生不起心动念很难 那么既然不起心动念很难 没有办法完全保持无念 于是我们就要练习 如果我一定会动念头 那么我要动的就是善的念头 我要动的就是跟正法相应的念头 于是我就要练习 在前面这个不思维修的过程 如果很难的话 那么我就是采用思维的方式 让自己能够保持长照 前面讲的长觉是保持觉性 了知的功能 这个把它保认住 保持住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一起心动念 我没有办法马上断这个相续心的话 那么我就转念头 把这不清净的念 把染污的念 转成清净的 跟正法相应的念头 而且这样子的思念 是有正确的思念 是以正知正见为基础的思维 而且这个思维是有次第的 不是混乱的 于是我们如果运用 这个八正道当中提到的正思维 那么我们把佛法放进来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起心动念 我马上觉察 觉察了之后 我就觉照 所以我是恒常心都是在观察 观照当中 于是我们就用正思维 来生起唯秘的观照 这个唯秘就是很唯系的 把心收拾回来 收拾回来 再跟正法相应 用佛告诉我们的 不论是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 或者是六度波罗蜜 一佛圣 三法印 一法印等等 用这些法门来帮助我们 把心收回来 不要一直去起染污念 那么于是我们现在虽然是起念头 可是我们起的是正念 起的是善念 是清净念 那起了这些思想 这些思维是会让我们 能够对法的意义 还有法的功德 能够更加的清明 更加的了知 然后把我们的烦恼心 把它断除 这个就是去生起唯秘的观照 前面讲的 要断相续心 是断烦恼心 那这里的要做思维修 它一定要让心相续 可是这个心相续 是清净的心相续 是在正思维的心 能够相续 而且这个正思维 竟然是思维 就是我们能够分别 那分别不是去分别 别人的好坏 善恶 外面的沉静 可爱不可爱 不是 而是要用善分别的心 能够去一个一个了知 我们思维的法意 就是佛法的意义 我要把它分别清楚 那么在佛法的意义 分别清楚以后 你就看到 我的烦恼是什么 我的执着在哪里 我的习气有哪些 我最长期的这些恶念 有哪些 那么于是把自己的习气 烦恼 还有可能会有的情绪 或者不正确的观念 我们把它挖出来之后 把一个一个把它理清 一个一个把它看破 那么这样子放下我直 能够对世间上的观察 更加的清楚 对自己的心也更加的明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运用 我们能够善分别的心 是要让这个善分别的心 能够相续 但是我们不可能念头 一直起 一直起 这样子会太累 于是我们还可以再回来 就是我们关照了之后 可以再回到刚刚讲的 保持正念 保持正知 就不要再起心动念 因为我今天起了一个沉静 起了一个烦恼 那么我面对这个沉静 面对我的所关静 面对我的烦恼 我已经把它对质了 看清楚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放下 不要再一直在念念相续 让我的心能够达到一个休息 达到一个歇止的状态 我们今天看这一位菩萨 圣者就是巴陀佛罗 我们现在等一下来看的就是 他如何运用这个善分别的心 能够来思维 以及从这当中去了解到 没有根 没有成 没有事 也就是说 根成是一切皆空 我们现在先来看 这巴陀佛罗菩萨 他这个名号是什么 因为要以明昭德 去了解他的本身的因缘 以及他如何来修行的过程 第一个这个 他的梵文名称叫 巴陀佛罗 这个巴陀前面这个 巴陀 其实就是我们有些人 如果学过普贤菩萨 就是普贤的普翻译成 然后巴陀就是翻译成 贤 那么于是这里的 巴陀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贤 那后面的这个帕拉这个部分呢 可以把它翻译成守护 所以就是守的意思 或者是护 因此我们看到他的义名 有一个是叫做贤护 或者是称为贤手 那贤护菩萨 贤手菩萨 或者是巴陀佛罗菩萨 我们看到这个巴陀佛罗 它也可以翻译成 巴陀河 这巴陀河这个名称呢 比较少用 就是说在经典里面的翻译 比较少用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主法护 法师他在翻译的正法华经里面 那就是把巴陀佛罗这个词 就是这个名项呢 把它翻译成 这个菩萨的名称 把它翻译成 巴陀河 我们看正法华经的卷六 经此会中巴陀河等五百菩萨 所以表示在法华会上 有多少位菩萨一定有超过五百菩萨 那超过五百菩萨呢 有五百菩萨他们是善知识 他们是一起用功一起共修的 那这些以巴陀和菩萨为首 总共有五百位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巴陀罗菩萨 那么刚刚讲他翻译成 名称可以翻译成 贤护和贤手 那既然是贤护和贤手 表示他就是要以贤善的功德 来守护自己的善根 也以贤善的功德 来守护众生的善根 不是只有守护自己的善根而已 所以既然他叫菩萨 一定是要自觉觉他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思维修和不思维修 你就是要常觉常照 那常觉常照的用意在哪里 如果我是菩萨 当然要度众生 因此我在绝照的过程 发的心就是菩萨心 发的是菩提心 是为了自己解脱 也为了不惹恼众生 而且还要守护众生 还要照顾众生 能够帮助众生 一起来成就圣道 我们刚刚提到 这正法华经 是主法护法师翻的 那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 法华经他有好几个翻译版本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知道的 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妙法莲华经 这里在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有提到 这尊菩萨 他的本身故事 我们先来念一段 妙法莲华经的 长不清菩萨品这一段 这个就是在以前 威阴王佛的时候 在法华经里面提到说 过去有多少尊佛 有二万亿尊佛 那这些佛的名号都叫做 威阴王如来 或者威阴王佛 那在其中的第一尊 因为刚刚讲有二万亿尊 威阴王佛 第一尊 威阴王佛的时期呢 有一尊菩萨叫做长不清菩萨 那这长不清菩萨 他就是常常去 恭敬所有的众生 而且也礼拜一切四中弟子 就是出家二中 以及在家二中 那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叫做 我不敢轻于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意思就是 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你们将来一定也会成佛 只是现在还不是佛而已 那么因为将来你们都会成佛 你们有这个最殊胜的善根 最殊胜的佛性 于是我不敢轻于如等 对于你们呢 我完全不敢生起一念轻视的心 不敢生起一念不恭敬的 或者看不起你们的心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啊 所以后面就讲了原因 为什么我不敢轻视你呢 因为你们皆当作佛 那么他在不仅在跟大家口头上 宣说你们会作佛 而且还会礼拜 就是看到人就恭敬礼拜他 就好像我们看到佛 看到菩萨 看到尊者 看到法师一样 那么我们会恭敬三宝 那么他也是 不管你是出家还是在家 对于所有的人在他心当中 在他眼里看起来一切都平等 所以于是他就是恭敬礼拜 所有一切这个四重弟子 可是呢 当中跟他一起住在同一个区域的人呢 或者他遇到的人 只要他跟他们礼拜 有些人就欢喜接受 有些人就相信他说的这句话 我不敢轻易如等如等皆当作佛 也相信自己会成就佛道 可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增上慢者 这些增上慢者就是他们觉得 我自己已经有修行了 你不要来帮我受计 凭什么你的能力比我好 你告诉我我一定会成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增上慢人 他们可能对成佛没有兴趣 他们也不相信 所以他们就说 你这个成佛不是我们的境界 或者是另外一种增上慢人 觉得说我已经有成就了 我不用你来受计 我自己知道我的境界 所以这些不同的增上慢人 他们对常不清菩萨的恭敬礼拜 他们就不想接受 而且还甚至会很生气 于是他们就轻见打骂菩萨 就是看不起常不清菩萨 然后甚至来打他骂他 我们看常不清菩萨 他是对别人常常不轻视 于是他不仅不轻视别人 而且他永远恭敬别人 但是他得到的结果 竟然是得到别人的轻视 这看起来好像很讽刺 但是这讽刺在哪里 是在于我们众生无知 众生不了解自己的佛性 没有办法相信 我身边有善知识来引导我 于是当有善知识来提醒我 告诉我甚至给我赞叹 来为我受寄 告诉我给我性侵 我应该将来会成佛 我们却不接受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啊 我是不是属于哪一种增上慢人 或者是我对自己有一种人是悲慢 就是自卑的悲 不相信自己会成道 那么因为不相信自己会成道 那也因为某种程度的自卑 于是就产生出另外一种慢心 这个就成为悲慢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反省 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这些增上慢人 这些增上慢人呢 他们去看不起 常不清菩萨 甚至在骂他打他 可是呢 他们得到了什么结果 我们看这一段经文 彼时四众已称会议 亲见我故 二百亿节 常不知佛 不闻法 不见僧 天节于阿比地狱 受大苦恼 必是罪以赋予常不清菩萨 教化阿诺多罗三秒三不停 所以这时候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四众弟子啊 这四众弟子就是 他们用称会议 就是以不开心 以这称恨心来去看清我 这边亲见我 我指的就是常不清菩萨 那两百亿节 经过了两百亿节呢 他们都不知佛 不闻法 不见僧 也就是他们看不到佛 菩萨 也听不到佛说的正法 也见不到清静的三宝 这样子的障碍非常大 让我们没有办法 清静三宝 没有办法 学习 听闻佛法 那么就很难 能够出离轮回 于是他们经过一千节 都在阿比地狱里头受苦 在阿比地狱 这个就是无间地狱 就是烦恼 是没有间断的 受苦 也没有间断 可是虽然称为无间 没有间断 实际上 我们知道在始法界当中 地狱是暂时的 我们只要醉消了 心念清净了 得欲佛 菩萨的旧吧 我们最后还是会出地狱 于是这些清见 常不清菩萨的人呢 虽然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 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地狱 所以这里下一句他说 必是罪以赋予常不清菩萨 他们曾经以前跟常不清菩萨 在威英王佛的时候呢 他们清见常不清菩萨 就看不起他 那么于是他们的罪受到的果呢 就是要入地狱 可是入了地狱 这个地狱的罪业已经了 就是已经清干净了 那么就叫做 就称作必是罪 必就是完毕 他们在地狱的罪当中已经结束了 那么离开地狱了 又做了什么呢 这时候又再遇到常不清菩萨 而且常不清菩萨 对他们在教的还是一样 要教化他们阿诺多罗三副提 就是教化他们成就佛道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常不清菩萨 他的大愿心要去度这一些人 还有这一些人曾经 和常不清菩萨 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结了二元 因为他们造了地狱的这个苦果 但是实际上只要有元 最后还是可以转成清净的元 转成善元 那么经过常不清菩萨的慈悲 以及发愿那么终于他们又能够再修行 那二十日四众常清是菩萨者 起义人乎 这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跟法华会上的听众讲的 他说那时候啊 听见常不清菩萨的人呢 有谁呢 起义人乎 没有别人啊 也就是佛典出你们这些人呢 以前都在欺负常不清菩萨 不听他的教导 那这些人是谁啊 就是法华会上的以巴陀佛罗为首的五百菩萨 还有其他人 那这些人都是现在已经成就了 阿诺多罗三妙三不提的不退转的心 所以他们的心不会再退转 他们曾经清见菩萨 曾经不信自己能够成道 但是现在他们反而走到成道的路上 而且他们已经达到了不退转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念的境界 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 帕陀佛罗 他在就是他在过去的这个本身的因缘 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除了在以前在威英王佛时期 第一尊威英王佛时期的时候 的那时候等于算是 他没有发起大善心 而且还清见常不清菩萨 可是现在到了释迦牟尼佛时期 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无量无边的亿万劫之后 他又在法华会上出现了 而且他是菩萨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修行是累生累世的 修行是经过生生世世 他是一个长久的修行 这个长久的修行并不表示 修行没有希望要经过很长时间 而是告诉我们 我们对佛信要有信心 对自己的决心要有信心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到 能够成就胜果 所以如果今生不成到 来生一定要给他成到 来生再不成到 将来有一事我一定会成到 这个信心千万不要退转 接下来我们看到 巴陀婆罗菩萨呢 他在 他在中国古代禅宗道场的相关性 也就是在禅宗道场的浴室 设有巴陀婆罗菩萨像 这巴陀婆罗菩萨呢 他现的是袈裟 穿着袈裟 他显现的是僧众的形象 所以虽然他是菩萨 可是他是现僧形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看能眼睛的文字 就会知道 那这里提到中国古代禅宗 表示这一定是唐朝以后 因为为什么 这个浴室里面 明明浴室是洗澡洗浴的地方 为什么要设一个菩萨像呢 这个就是来源是根据的经典 就是守能眼睛 我们以前讲过 守能眼睛是在唐朝才翻译的 因此这边讲的禅宗道场 一定是在唐朝以后的浴室 才会设有这个巴陀婆罗菩萨像 但是现在禅宗道场的浴室 一般就已经不会设着菩萨像 但是在古代的禅宗道场是有的 而且古代禅宗道场的浴室 有的还称作宣明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妙处宣明的宣明 所以他们就把浴室称作宣明 宣达的宣明白的明 我们现在先来念一段这个经文 之后再来一个一个来分析解释 巴陀婆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 即从座起 鼎礼博足而白博言 我等先于微音王佛文法出家 于欲生时随力入世 污物水音既不洗尘亦不洗体 中间安然得无所有 素惜无望乃至今时从佛出家 今得无学 彼佛明我拔陀婆罗 妙处宣明成佛此著 佛问元通如我所证 出因为上 巴陀婆罗 他和他的同伴有十六位 这十六位称为开示 开示有几个定义 一个叫做自已开悟之事 也就是自己已经开悟的人了 那另外一个定义就是 以能够以佛法来开导众生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开示就叫做菩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开示的两个定义 一个叫做已经开悟的人 一个叫做已经开悟的菩萨 所以他跟巴陀婆罗 本身他是菩萨 他跟他的十六位一起共修 比较有因缘的 三因缘修行的十六位菩萨 他们就从座位当中起来 鼎礼佛足 而且跟佛陀来表明 来表白他们的修行过程 我等先于魏陰王佛文法出家 于欲生时随利入世 我们几位呢 我们几个人 我等就是他们就十六位 加上巴陀婆罗菩萨 总共是七位 所以我们这几个人 以前曾经在魏陰王佛的时候 听闻佛法出家 这一尊魏陰王佛 我们要注意 他并应该不是第一尊魏陰王佛 因为我们刚刚说 魏陰王佛 他有二万亿尊佛 都称为魏陰王佛 但是他在第一尊魏陰王佛的时候 他亲见常不清菩萨 于是他的果报呢 就是堕到地狱当中 但是之后 他又再遇到其中一尊佛 那么于是他又有因缘 升职佛士的时候 这一尊佛又刚好名称为 魏陰王佛 所以他说 我们以前曾经在 魏陰王佛的时候 文法出家修行 那出家修行 跟大众一起用功 一起同住 一起以正之鉴 来共住 修六合计 有一天呢 于玉生时随力入世 我们在就是玉生 就是生中要洗澡 他们要去沐浴 那么要沐浴 总是要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所以这个随力 就是依照我们 僧团里面的规矩 规则 这些规则呢 我把它守好 按照规定 按照指导 我们一个一个 依照次第的 来进去 这个浴室 来沐浴 那这个浴室呢 他这边讲随力入世 我们跟大家简单提一下 虽然这边讲的是 威英王佛 那威英王佛那时候的 浴室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可是我们知道 在释迦牟尼佛时代 最早这些比丘尼 他们在洗澡 通常是在露 就是在露天的 这些河里头洗澡 比较浅的这个水里头 去洗浴的 那后来呢 因为有一些比丘生病了 于是奇婆菩萨 这个奇婆 他就建议释迦牟尼佛说 佛啊这些有比丘生病啊 他们应该要怎么来疗养 来疗事 来让他们能够身体能够痊愈 于是就建立了一个 所谓的温室 我们就把这个温室 想象成好像蒸汽室一样 就是有蒸汽 当然他不是三温暖 但是就是进去有这个温热的 水疗的效果 所以让他们致病 那之后呢 由这个温室又再演变成浴室 那么于是在僧团当中 在金色里面 就可能就有产生这个浴室的 这个算是这个设备就出现 所以不见得所有的出甲种 就一定会是在河边洗浴 这个就是跟大家大概提到一个水利入室的部分 那所以他讲说 大家都是依照顺序啊 然后依照僧团的规矩去洗澡 那在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所领悟了 什么领悟 污物水阴 既不洗唇 义不洗体 这时候啊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不是像一般人 就是阿洗的香喷喷的 阿洗的好舒服哦 阿洗的这个好 觉得自己好干净 不是 他们是在 例如说假设是排队要进去洗澡的过程 在排队的时候 心也是清净 心是在正法上面的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思维修跟不思维修 那也许他有可能运用的就是不思维修 保持正念 不要起心动念 那也有可能他是在运用思维修 这都有可能 那假设他是运用不思维修 他保持无念 不要起心动念 但是该走路就跟着大家一起走 走到哪里 走到浴室 他也知道 然后进到浴室 现在轮到我要洗澡 我也知道 我就是保持第一念的知 不要起第二念 但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就有所领悟了 那这个领悟呢 一定是思维修 他怎么个思维法 他就讲说 呼物水因 我们在洗的过程当中 我就有所领悟 这边我们要知道 他虽然说是我等着我们 但是这个是以 巴托婆罗菩萨为代表 所以他讲的是 他自己的修行体悟 他的境界 那为什么他说呼物水因 就是因为用水 这个洗浴身体的水 当做他思维修 当做他开悟成道的因缘 所以称为水因 这个水啊 也不洗澄 也不洗体 澄就是身上的澄氨 澄垢 身上的垢会要把它洗掉 那也不洗体 这个水啊 看起来好像是把身上的这些 灰尘污脏污油垢啊 要把它洗掉 可是也不是啊 他并不洗掉这个油垢哦 那他也不是在洗我的身体 这个体就是身体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们知道 刚刚讲的 巴托婆罗菩萨 他是这个接触 用水来接触 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去思维 所以他有这种身体接触的感觉 所以他又感觉到可能是冷的 或者是热的 或者在洗浴身体 洗刷身体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色滑的感觉 或者只是单纯的触碰到 你有碰到身体的这个角处而已 所以不见得会觉得 身体是滑的 皮肤是粗糙的 这里怎么肿了一块 这里怎么硬硬的 为什么这里呢 特别好像有个结块 散不开 或者这里怎么摸起来 今天特别的粗糙 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些想法 但是这些感觉绝对是有的 所以所谓的没有这些想法 就是说 他不会一直再去起心动念 像我们一般人洗澡 你洗的就说 哎呀我怎么 今天皮肤这么粗糙 我要不来用什么磨砂膏 把这皮肤啊磨的嫩一点 或者我今天身体怎么特别的 觉得好像这里洗不干净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我要换一款沐浴乳 他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世间的成成熟的想法 不会 但是基本的水是冷是热 磨到身体的感觉 这些绝对是有的 但是他就是保持这个汁 保持这个汁就很重要 那刚刚提到他说 这个水也不是去洗这个沉垢 也不是去洗我的身体 那沉垢指的就是外在的沉浸 我们讲六根六成 所以它是指外在的沉浸 那身体呢 就是我们的内六根 沿而比是深意的这个深的部分 在沉浸跟我们的根当中 根和沉相对就会产生意识 于是这里就有了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因为刚刚讲的 既不洗沉就有一个不字 一不洗体也有一个不字 于是这里得无所有 这个无就跟这个不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也没有外在的六成 也没有我内在的六根 所以这水不能洗涤沉垢 也不能洗涤我的身体 那在这个外沉浸 跟内根深之间 这个是就是没有分别了 所以叫做中间安然 因为跟沉相对才有是嘛 那如果没有根没有沉 那既然没有相对 怎么还会有一个是的产生呢 那么于是我们就要知道 他说中间安然 所以这当中就没有了 这些身体的这个了知 就是分别的意思 所以这中间的意识呢 就没有再生起来 所以称为中间安然 因为它是一个歇指的状态 所以称为安然 那既然根沉都是空性 我们就要知道 刚刚讲了 不洗根 不洗沉 那么表示就没有根 没有沉 一切皆空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洗 没有一个它着落的地方 那么既然水没有一个可以 那么既然水没有一个可以着落 可以黏制的 住着的地方 或者是说对象 那么同样的就一切皆空 所以没有生根 没有沉浸 也没有意识 一切皆无所有 所以这里的得无所有 就是得到空 没有让你可以执着的地方 所以这个无所有 就是没有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对象 可以让我有执着 所以不会去执着色身 不会执着外在沉浸 当然更不会去执着它的意识心 那么于是它的体会就是 这样子刚刚讲的 既不洗沉 一不洗体 那中金安然得无所有 那有了这个体会的之后 这个体会 它一直把它保认下去 保认了多久 保认了很久很久 所以它说 素习无望 这素习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过去的因缘 素就是过去 那从这个过去的修行的因缘 以及它的开悟的结果 它都一直认识在心 没有忘失 乃至今时从佛出家 那就是一直到啊 记得多久 记得一直到现在今时 就是现在我从佛 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它曾经在 威音王佛时期出家 然后开悟了 那也保认 最后它又在释迦牟尼佛 这时候又在出家 那出家 所以今得无学 今这个字有些版本 它是令 命令的令 所以这两个版本 版本都可以 所以不管如何 它从以前的成道因缘 一直到现在 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 它都是完全没有忘失 所以素习无望 那这里又回到 它回再讲说 当初它的成就的因缘 那它在这个威音王佛时期 已经开悟了 那么开悟了之后 威音王佛给了它一个名号 叫什么 叫拔陀伯罗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贤善或者贤守 因为它能够用它自己的修行 用它的成就的功德 来去守护众生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接着它就讲 我已经成到了 我也这个成就了 那么于是 我的境界是什么 妙处宣明成佛子柱 这佛子柱就是原柱 位居等觉菩萨 所以等觉菩萨下一世就是 妙觉就成佛了 所以它还没有成佛 但是已经要补佛位 那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究竟佛子柱 在这里是不是真的 只位居等觉菩萨 这个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里列出这个给大家看参考 所以它那妙处宣明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来运用原音法师的解释 他说妙处宣明者 妙处对妄处而言 这妙处是对妄处而讲的 就是一切就是用相对的境界 能够让我们比较能够来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清净心 是正面的话 那么体会到的 当你在觉处有这个身体 有任何的觉知感处的时候 保持正面 那么你的处就会是三只妙处 那如果没有呢 我们的触觉啊 都是妄想 都是染污 所以我今天摸到这个地板 哎呀怎么这么脏 你就起的烦恼心 或者摸到这个电脑 觉得哎呀这个电脑 怎么这里突然觉得还怪怪的 怎么好像变得粗了 刚买的时候还蛮新的很细 怎么现在摸起来的粗粗的 所以那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妄事 我们的分别心 于是下一句他就讲 妄处有能处之根 与所处之沉 发生之觉 是你为处 这里指的就是我们世间人 还没有成当的时候 心都是在妄想 在散乱 在分别 在染污 那么于是在分别的过程 就有能接触的根 就是这个六根 以及所接触的六成 那于是就产生了知觉 那这里的六根跟六成相接触 那最主要我们这里指的是生根 那所以生根对外面的这个处成 所以这个产生了这个处 那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了 这个就是一个相对嘛 我们刚刚讲的跟成的相对的境界 你就产生了知觉 那么于是就有不断的分别心 就一直流转流转流转下去了 就旺心就一直相续了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要修行 就记得刚刚讲的要断相续心 要不要只断 那现在他讲下一句 原音法师告诉我们 经济不洗尘 衣不洗体 旺处寂静 妙处宣明 这菩萨呢 他已经悟到水在洗的过程当中 这水并不洗沉浸 也不洗身体 那于是既然没有沉够 也没有身体 这根能够 等于说这个沉 就是外在的沉浸 跟他身体的这个生根 一切皆空了无所有 那既然一切皆空了无所有 还会有旺处升起吗 就没有 于是他反而产生的叫做妙处 因为我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是用一个清静的心 用一个绝照的心 去感知 去有这个触觉 那么于是他这里接下来讲 唯妙处成非有非空 唯一脏性随心应量 寻业发现而已 宣明及发现 也是这里的妙处宣明 宣明叫做发现 也就是我的染污心的 这个接触的感觉 感受或者是一些情绪啊 想法念头 这些都没有了 这些都没有 因为这是世间人的曾经 那如果我没有这些 世间人的境界 我反而是一种开悟的心 是一种明达的心 那么我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的这些感受 其实它就叫做玄妙的 是清静的 美妙的 所以称为妙处 那么妙处宣明就是 哦 就是唯妙处宣 那这些唯妙处宣呢 我就体会到 那不仅是空性 非空非有中道 这是实相 也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在提到的 如来脏性 所以这里唯一脏性 也就是说 跟城市全部都已经空掉 那么唯一保持的 就是我的觉性 保持的就是我的觉知 那么这个就是唯一脏性 所以其他的一切皆空 妄然皆空 所以我们要破妄显真 显出来的就是这个空性 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的妙明真性 这个脏性 那这个菩提心呢 或者是说如来脏性 它是可以随心应量 就是随心所现的意思 那寻业发现 就是依照你的这个业的业力呢 它就会呈现 是心可以染 可以静 因为心是最玄妙的 所以可染 可静 可善 可恶 就依照你的是善业 或者是不善业 或者是不动业等等 所以他有不同的献钱 那当然在这里 如果我们就修行来讲 我们最重要的 随心所现 献的一定是要是清净的 一定要是良善的 一定就是要利益众生的 对自己的修行 对众生的修行 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 佛问原通 如我所证处 因为上 所以佛啊 您之前要大家讲讲 我们的修行境界啊 那么现在我 弟子 我呢 我就是呈现 跟大众来分享 我所证悟的境界 那我是怎么证悟呢 处因为上 因为25元通 要讲最好的 我觉得最好的 最优秀的 第一的修行法门 就是处因 所以这个就是用 它的处成 为因 来修行 我们接下来来看 修正原通的入手处 也就是巴托婆罗 这个 菩萨 它的处成 那这个处成 就是它的 身根 所对的境界 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身体 可能是遇到 比如风在吹 你觉得 今天怎么特别冷 或者今天太阳照 好热 好热 怎么今天会热到 这样子 三四 三四十度 实在是热的 让你自己受不了 或者被蚊子咬 然后觉得很痒 或者手一不小心 去碰到热水 烫到了 觉得很痛 不舒服 这些身体 所感受到的沉静 这个就是处成 那当然这些处成 我们身体 所感受到的沉静 它有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三大类 一个叫顺处 第二个是微处 第三个是不顺 不微处 顺就是示意 也就是顺 你的心意 和你的心意 我们今天本来 譬如说今天是 很热 四十度 那突然呢 这个有 天气就 温度下降了 那么今天就只有 二十一度 就觉得 哇 好舒服哦 所以本来是被太阳 晒到很热 觉得你都快要中暑了 这时候就觉得 超级凉快 所以就是 和你的心意 这个叫顺意 那微处 就是不示意 就像刚刚讲的 太热太热了 热到你受不了了 热到你就觉得 啊我想要骂人啊 你这个情绪都起来了 或者热到你 很想要赶快 这个吃很多的冰 你这些贪着的心 也起来了 那么 热到你 很想把衣服都脱掉 所以这个就是 不示意的部分 那不顺不为 就是 这个就是 也没什么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不喜欢 譬如说 我们每天常常在做的 啊 你拿起筷子 或者你拿起 你的手机 拿起 这个桌上的 一张纸 或者你的眼镜 放在桌上 你把它拿起来 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是 身体有所感受的 但是这个感受 也没有特别的好 或者不好 啊 所以没有让你起 这个相续的 这些染污 或者喜爱 或者不开心 或者贪染的这些 啊 念头 通通都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 不顺不为处 这样子 那我们平常 也可以自己去 仔细去观察 如果我能够保持 这个日用当中的 正念的时候 我今天在接触到 所有的东西 我在拿的时候 我是用 清静的心 用一个柔软的心 用一个比较平静的心 慢慢的 慢慢的 你很仔细的 去唯逆的观察 我在开门的时候 手去摸到门把 那么慢慢的 把门打开 那我去摸到门把 的这个触觉 你就知道 我手摸到门把就好 但是我们不去再分别 这个门把 怎么这么小 怎么这么难开 怎么这么难握 等等 那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后面的分别 的时候 这些就是 心意识的流转 可是如果我们 可以保持 长觉 前面讲的 长觉 长照 那么就是 我知道我每一个 动作 我在做什么 我都清楚 了知 不要再有 后面的分别 这个是 和我的意 或者这是 不和我的意 这个是 很舒服的 另外这个是 不舒服的 等等 那我们就不用这样子的一个相续的 染污心的分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观行法门到底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运用菩萨告诉我们这触成元通的观行 我们在讲观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思维一下在十二因缘当中有 触受爱 所以我们十二因缘从无名形式明色六入 触受爱 接下来就是取有生老死 如果我们是在妄想心相续 我们就是从开始的无名 这个无名妄想一直到最后就会有生老死 又再回来无名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不断的在流转 因此我们要了解 刚刚一直强调的就是要断相续心 就是断这个染污的相续心 一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有停止的 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停止 于是我们的轮回也不会停止 所以我们要把它断 那怎么断呢 我们的练习方法就是触受爱 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外在的六沉浸的接触 这是常常有的 因为毕竟我们有六根 你虽然完全不接触不可能 除非你坐在这里不动 可是坐在这里不动 可能我自己的心当中的一根 我的一根呢 又去接触这个心当中的法成 所以你的心去思维心当中 所曾经有的过去的这一些记忆 或者现在坐在这里眼睛闭起来 眼耳鼻舌声都没有什么接触 没有什么跟外境的 好像有一个相对 但是自己心当中突然想到过去 想到现在 想到未来的一些事情 一些规划 甚至心当中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像 就产生出来了 甚至看到一些妖魔鬼怪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心当中的法成 那在十二因缘当中的处 最主要是指的是六根对六成的这个接触 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巴陀婆罗菩萨 它的处呢 最重要要强调是六根当中的生根 这个生根所对的处成 我们以前讲过眼见色耳闻声 鼻袖香舌肠胃 深觉处一知法 所以这个深觉处就是 这个生根所对的处成 那这个处成当然我们刚才讲有三种成定 那么于是我们看到就因为我们产生的接触 那尤其如果是又就生根来讲 你有接触有这个感受 那接下来有这个感受 你就会选这个是唯我的心意 还是顺我的心意 那么从这当中你就会 只要是顺你的心意 你就想要爱 所以接下来就是处受爱的下一个爱 那有谈爱你就会想要去直取 那如果我不是这个受呢 是唯的 像我们刚刚讲的唯一处 顺处呢 当然你就是可能有热受产生 如果是唯一处呢 你就会有不好的感受 不好的情绪啊 负面的想法就升起来 那这时候你讨厌呢 升起来以后你还会去爱直吗 不会 你一定是称恨性起来 你就很想要把它推开 把它否定 拒绝它 远离它 那么于是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怎么去修观情 就是第一个我们去观我们的顺处 这个就是会产生坏苦 那如果是唯处就会产生苦苦 要去观察不顺不唯处 这个叫行苦 就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苦苦 因为众生啊 我们人生当中有苦有乐 可是我们知道四圣地 第一个就是苦地 那这个我们看看苦受啊 刚刚讲的这个从受你接触了以后 然后又产生了一些感受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贪爱或者是称恨 那如果你是苦受呢 就会产生苦苦 所以我们这边看有三种受 有苦受 乐受 不苦 不乐受 这三种受 他相对应 生起来的就称作苦苦 坏苦 和 辛苦 这苦苦就是说 这个唯处 他的本质是苦 因为我不喜欢嘛 譬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坐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突然有很刺耳很刺耳的声音出现 譬如我们搭捷运 那搭捷运呢 有一些你搭地下铁 有些地方 他就是因为有轨道摩擦的声音 这声音就非常非常的尖锐 那你听到了以后 你就很不舒服 这个就是因为你听到了 这个是很刺耳的声音 这个叫唯处 因为这是你不喜欢的嘛 那我们产生的苦就是苦苦 因为唯处的本质就是不好啊 你不会让人家开心的 所以他的本质是苦 那你就会有这个 就是产生苦瘦 那当然这个跟苦瘦来相对的 就是苦苦 那如果是热瘦 譬如我今天吃了一只冰淇淋 那觉得哇好舒服哦 这个就是热瘦 那可是热瘦 他为什么明明应该是快乐啊 为什么他又称为苦呢 是因为这个热 他会结束 譬如我今天去全家买了一只双麒麟 觉得真好吃 真好吃 结果吃吃吃吃到最后啊 已经没了 阿娃 你就觉得 好双麒麟吃完了 我的快乐也没了 所以这叫消减 那快乐没了 你有所失 若有所失就好像 少了什么了 那么这个就叫坏苦 因为他会没有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譬如说你拿了一只双麒麟在手上 你拿了本来想要带回家 想说啊我家就是距离才 五十公尺而已 我要带回家去享受 那你边走边走 结果拿着冰淇淋就不小心啪啦 不小心没站稳 没走好 结果稍微拌了一下 结果冰淇淋就掉了 这双麒麟掉到地上 本来刚刚是很开心的热瘦 我想要回去享受 那你在心里想象很好吃 那甚至你可能舔了一口了 就哇好棒好舒服 结果这个双麒麟就掉到地上了 那么你的热就变了 变直了 所以这个就是变了坏 所以这时候 本来是热瘦很快的就坏灭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坏苦 还有另外一种呢 如果是这个热瘦啊 这个顺畜 持久 它也会变直 什么意思 就是它维持了太久 譬如我们刚刚说吃双麒麟 你吃一只觉得好棒好棒 那吃一只没了 你就很想要再吃第二只 可是你又没有钱买第二只 于是你这个热瘦就没了 所以这个本来是很开心的 它就变成一种某种的 吃不到的另外一种苦恼生奇 那另外就是如果让你吃了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好像很多人猜这种大胃王比赛 那你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叫你吃掉一百只双麒麟 你会不会难受 会 因为本来吃一只是第一只是好吃 吃到后面你热瘦就一直消减一直消减 甚至最后就变直了就不舒服了 你就吃到会想吐了 所以我们看那个大胃王比赛很多一吃吃吃吃到最后面都是 一只吐一只吐一只吐是不舒服的 那另外就是譬如说假设 我们躺在床上觉得哇好舒服哦 累了一整天 那你在躺在床上这种身体接触到床板的 这么舒服的接触到你的床入的舒服感 觉得真好是一种享受 可是躺个一个小时OK 两个小时OK 给你躺24小时 可能就受不了了 如果让你因为生病躺在床上 虽然可以翻来覆去 可是就是只能一直躺 躺了两天三天四天 甚至卧床很久 那么这样子的刚开始的顺处 最后一定会变直 所以这个就叫做坏苦 所以因此我们世间上的乐 并不是真正的持久的乐 这些乐是会变化的 是会变坏的 所以因为因此这个乐受 叫做坏苦 那不苦不乐受呢 就是你的感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好 特别坏 那没有什么特别好 特别坏 他但是他还有很维系很维系的 这些让我们流转的因子 在里面 所以他称为行苦 这个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譬如说五蕴当中的色受想行事的 这个行就是变化的意思 牵流 因此这个行苦就是这个苦啊 是很维系的 就好像在你背后一样 那这样子牵就是牵便是改变 流就是不断的流动 一直持续下去 那么因为这个是很维系的苦 他一直停留在那里 会逼得我们的身心不得安稳 那么于是我们就称作他为行苦 所以看起来这个不苦不乐受 好像也没什么啊 我今天手拿起了一个杯子 这个感受 你有感受 但是感受也没什么特别好啊 特别不好 所以这个在没有特别好 或特别不好的这个当中呢 其实很细微的 那么他其实还是有这个所谓的 很苦恼在里面 因为他会逼使我们在三界当中 有转不能处理 那这里呢 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虽然我们把三种苦 这个苦分成苦苦 坏苦和行苦 实际上苦苦跟坏苦 这两种苦也算是行苦 因为他这个不管你是苦苦啊 本质就是苦还是变坏的苦 他其实一直都是在牵流不停 因此我们的苦受跟乐受 他也会造成辛苦 所以这个是在跟大家特别提醒的 因为他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牵流不停 那另外就是我们继续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运用促成的话 我们可以思维的就是刚刚说的 十二因缘的处受爱 然后在处的时候 我就赶快把它指断 不要让它接续到下一个受 那没有受就不会有爱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接触了 因为众生的心起心动念很快 那么于是很快的感受就产生了 感受已经产生了怎么办 就赶快去思维 这感受的会带给我的苦 所以这个就是从这里 从处 然后赶快去思维这个受 会带给我的这个不亲近的 这个苦 然后但是我们要去思维这个苦 也是暂时的是无常的 那么从这当中 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受的部分 就把它断掉 不要再流转 另外我们可以再进一步 去思维这个促成 把促成当作是我的所观境 去思维它的空性 那么这个就是 法陀佛罗菩萨它的境界了 我们这里可以运用 欧义大师对我们的开示 欧义大师说 若云洗尘 无体则谁知洗者 且和不尽洗地水果风 刚刚前面讲说 既不洗尘 亦不洗体 所以这个水因 水是不洗尘 那欧义大师就反过来问我们 法陀佛罗菩萨说是不洗尘 可是如果你会想 为什么不洗尘呢 那么我们就想 如果说是洗尘的话 若云洗尘 那既然如果说是洗尘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可以洗的嘛 因为你尘一定会附着在身体上面啊 所以如果你说洗尘呢 那你如果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到底是谁知道在洗的人 所以这个是巴陀佛罗菩萨 他是在洗浴的人 他是在洗澡的人 那他洗的是什么 洗的对象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你如果说是洗尘 那么我们就把身体 撇在一边 不看他 因为是洗尘嘛 那当然就不是洗身体了 那既然不是洗身体 没有身体 那没有身体到底是谁在洗啊 所以这边说谁知日洗者 那另外 如果你说是洗尘境的话 那么那其他这个地水火风 全部也都是沉浸啊 那还有我们的身体 是地水火风而组成的 所以这边要强调就是说 如果他可以洗的话 洗那么身体是地水火风啊 那你到底是洗地呢 还是洗水呢 还是洗火 还是洗风 那不仅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可以洗 那你外在的地水火风可以洗吗 所以这边讲说 何不尽洗地水火风 就是为什么不全部的地水火风都可以洗呢 所以就不是啦 那接下来肉于你洗体 因为菩萨告诉我们不洗体 所以这边偶尔大师就说 如果说你是洗体的话 那么你如果身体是干净的 没有染污 没有这些有垢 那还要洗吗 所以无成则安所用洗 如果没有这些灰尘啊 在身体 那你还洗什么 不用洗啦 那如果你说是洗身体的话 那到底可以洗你的圣意根吗 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啊 就是有一种分 说法就是身体我们有 盐 我们看处是第二十二这里 我们的眼球 耳朵 鼻梁等等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肉质色身 就像你们现在看到荧幕 师傅 眼睛耳朵 鼻子你都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肉质 这是我们的有形有象的色身 我们把它称为浮沉根 沉就是沉室的沉 就浮沉根 那这个肉体呢 它本身是没有感觉 没有认识的作用的 那有一派的说法就是 在这个浮沉根之外 又另外立了一个所谓的圣意根 所以这个圣意根是一直在浮沉根上 这圣意根有辨识外在的环境的功能 这圣意根是我们肉眼是不可以见的 看不到的 但是它还属于色法 所以有一些人就把这圣意根把它想成说 就好像我们人的神经一样 所以眼球本身 它是没有了解 没有办法去认识外在的作用 譬如我现在眼睛看到电脑 可是我眼睛是有能看 但是这还有能看的功能 可是它没有办法分别 这个叫做电脑 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别 这是一个物质 没有办法分别我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还是平面的 它是点线面等等 我没有办法分别 所以这个眼球它叫做浮沉根 可是你可以去分别外在的环境 那么这样子的功能就称为圣意根 那因此这里 偶艺大师才会跟我们说 如果你说这个水是洗身体的话 那就第一 如果你不脏 那你就不用洗了 那第二 如果你说是在洗身体 那它可以洗得到你的圣意根吗 洗不到啊 就像我们的眼睛有眼垢 或者你眼睛不舒服 你可以用水去洗眼睛 所以可以洗的 实际上就是这个浮沉根 可是你这个水 你可以洗到你的眼球 后面的神经吗 你的感知你可以洗得到吗 这洗不到的 所以它才会说 何尝洗得圣意根 那因此它就是 这边就是分析 跟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不洗尘 也不洗体 如果 我们再讲一遍 如果这个水可以洗尘的话 那么一切的地水火风 这些都可以洗了 好 就不会只有洗身上的尘垢啊 地水火风都可以洗啊 我们想想看到水怎么去洗火 水怎么去洗风 水怎么去洗水 水可以洗水吗 好 那我们可能觉得 水可以洗地啊 但是所有的一切物质 所有的水都能够洗吗 如果能够洗的话 这个坚硬的物质 它能够洗 那又是如何洗呢 好 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不洗尘 那不洗体就是说 第一 你身体一定是 你要洗它一定有原因 可能它脏你才要洗 你如果觉得很干净 你不会洗啊 我们觉得很脏啊 有汗臭味啊 啊身体油油的不舒服 你要去洗的 洗的就很舒服 可是你不会洗了以后 又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 洗的没完没了嘛 啊 那当然除了洗 也是洗我们的身体的表面 我们的这个不可见的 这个圣衣根也洗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叫做 既不洗成一不洗体 那么于是在这里辗转推减 我们不断的分析 不断的用正思维来简别 这个就是回到刚刚前面讲的 长照的部分 所以要不断的去分析 用正思维去如法的按照佛教的意理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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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慢慢的分析 慢慢的了解 这样子的善分别 所以辗转推减了之后 我就了解 哇 触成本空 原来一切皆是空 也没有洗澡的人 也没有所洗的污垢 也没有被洗的身体 也没有在接触的 我的身体在拿肥皂去抹身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也没有在抹身体的过程当中 我产生的身体皮肤上面的感觉 一切皆空 因为一切都不实在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辛苦 刚刚讲的苦苦快苦辛苦 一切都在天流变化 既然一切都这么的不实在 那有哪一个是我可以执着的呢 没有 所以一切皆空 促成本空 那促即本空 与何分别 既然这促成啊 它本来就是空的 那么我还要再去分别什么吗 不要 所以这里就是有提到说 本来就是不用分别了啊 根就是根 成就是成 事就是事 是我们的凡夫心 再去多一重造作 多一重分别 我们喜欢惹是生非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的痛苦 这么多的困境 让我们觉得受到束缚 走不出来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切皆空 那么何来分别 有什么需要分别的呢 或者是说 有什么能够分别的呢 没有啊 那么于是我们就很清楚的 回到刚刚提到的 既不洗成 既不习体 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所以 促成的本性之空 那么也没有相对的 外在的境界 那因此 从这当中 我们就知道 没有能处的人 也没有被处的境界 那么我们就没有当中的 会升起的意识的分别 所以我们也不会落到 事的分别 才能够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所以我们接下来 也还可以再运用 原因法师跟我们说的 正欲之时 以水处深 绝有冷暖色华之处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用水去碰触到我们的身体 比如说你是淋欲 那水冲下来了 碰到身体 那你有感觉 所以绝有 是种种的处 所以称为绝处 那油是穷就持水 这个就是刚刚 我们提到的这里 辗转推减 就是你不断的去分析 所以叫穷就 辗转推减 穷就持水 到底这个水啊 因为他讲说呼吾水音嘛 到底水是要洗沉的呢 因为洗沉 所以有这个触觉的产生呢 还是因为洗我的身体啊 所以有这个触觉的产生 到底这个触觉哪来的呢 然后还有这个感触 还有这些种种的境界 是怎么出现的 或者我的感受 所以他原因倒是才会说 若未洗沉而现 沉本无知 何能成处 如果这个触的 这个触觉是 因为洗沉垢而有的话 这成够他本身就没有知觉啊 怎么能够产生 这个触觉呢 如果说是因为洗身体而现 若未洗体而现 四大甲合之体 本属无情 何能觉触 如果说是因为洗我的身体 而产生这个觉触的话 那么我的身体是 地水火风 这四大 暂时甲合而成的身体 地水火风 这四大每一个本来就是无情 那么我的身体是无情物啊 那身体是无情物 怎么能够感觉呢 怎么能够有这个 产生这个触觉呢 就没有了 所以既不洗沉 亦不洗体 根沉 西敏 这里 如果他不是洗沉 也不是洗体 那么根和沉 两个全部都是敏然 都是敏除的 就是说 达到一个空性的境界 所以称为根沉西敏 没有根 没有沉 你不落到任何一边 那么能锁 双亡 没有相对的能跟锁 中间的意识呢 就能够安然 所以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玉密 促成之相 了不可得 向尽 信险 观行 成就 所以玉密 促成之相 我们想要去找这个促成 你要找他 找得到吗 找不到 到底这个促成是 为 为逆的境界吗 有为我的心意吗 还是这个促成 是顺我的心 心意的呢 还是他也没有什么 和我的心意 不和我的心意啊 也都没有啊 那你要找这个促成 促成到底在哪里呢 是在我的身上呢 还是在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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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垢上面 是身体皮肤上面呢 还是我整个身体上面呢 还是在油垢上面呢 你如果说是油垢 油垢又离不开我的身啊 因为油垢 毕竟还是附着在我的身上面的啊 所以我们想要去找 这个促成 到底从哪里来 这个促成 它有没有不变的 这促成 是不是永远一直都是这样子 持续下去 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 促成之像 它的特性 它的像状 它找啊 找不到 所以了不可得 那么这个像进 就是促成之像 像已经进了呢 因为找不到嘛 一切皆空 那么性显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根性 我们的知性 就显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之前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 以前提过的 像旺性真 像是旺 性是真 一切外在的六根六成啊 等等这些境界啊 这些外相 全部都是空性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如来藏性 这个真性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于是就观形成就 那么正道的境界 就叫做原通 性处真空 性空真处 因为这个处啊 处成 它已经不是虚妄的 它不是染着的 所以它不是妄处 跟我们讲的原音法 是跟我们讲的妄处 跟妙处的相对 所以它不是妄处 它是妙处 而且这个妙处 我们还要回归到 这个处成 它的本性 就是如来藏性 它的本性 就是实性实相 那么它的特性 就是真空 所以性处真空 性空真处 在这个空性当中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一切 如来藏性 那么它能够显现出的 这个处成就是妙处 所以它是真处 所以这个就是 菩萨它正道的 原通的境界 我们看这个菩萨正道的 原通境界 因为它是 它能够成就 圣道的因缘 是来自于水 我们简单 跟大家提一下 这个水 它有什么样子的妙用 以及它的圣因缘 如果很多人 你们有参加过 一些道场的撒净的话 通常在主法的法师 他会念一段 这个说法文 这个是来自于 清朝法证法师 他所集结的 休息于且 极要 施时 谈移 这里他提到 扶此 水者 八公 得水 自天真 先洗 众生 叶构成 焰入 疲鲁 花藏界 各种 无处 不超伦 水不洗水 妙 吉 法生 臣不让臣 反作自己 捐出 气界 荡敌 坛场 撒枯木 而在 逢春 结 会 邦 而成 净土 所谓 内外 中间 无 灼 慧 盛 凡 悠 总 清 凉 这里的重点 就是在于这一句 水不洗水 妙 吉 法 生 臣不让臣 反作自己 所以这里就可以跟我们讲的这个源通境界啊 在其实就有某种程度的相关连性 刚刚讲啊水到底是洗尘还是洗身体呢 那我们也有提到水能不能洗地水火风啊 水自己可以洗水吗 如果水可以洗水他到底怎么洗 如果水不能洗水那么他就有所缺减 他并不是万用的 好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当然觉得说水有清净清洁的作用 所以水可以把油油身上的油垢洗掉 可是如果我今天用的是脏的水 比如说去水沟咬了一盆水来洗身体 水沟的水会清净吗 地下水沟的水会清净吗 我咬了一盘的水一盆的水来洗自己的身体 是越洗越干净还是越洗越脏 还有我现在如果有一盆水 比如说这盆水是已经被墨汁沾染过的水 那是黑压压一片是很脏的水 那这个脏的水我们说水有清洁的功能 那么我再倒另外一盆清水进去 他可以把这一盆被墨汁已经染污的水 把它变清净变干净吗 大家想想看 那如果可以才是真的洗水 如果不行他就不叫做洗水 水不洗水 那沉不染沉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说这个灰尘有染污的作用 这个沉垢有染污的作用 可是灰尘可以自己把自己变得更脏吗 想一下灰尘本身我们觉得它是脏的 油污本身它是脏的 那脏的还会又再更脏吗 还是脏就是脏 你怎么去分别它是脏 水是干净 干净就是干净 你怎么去分别呢 所以到底水是干净 真的能够洗吗 它能够洗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水不洗水 我们就能够体悟到我们的法身的清净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沉不染沉 沉就是沉 不要再起心动念去分别它 那么反做自己回归到我们自己本来就没有染污的 本来就是清净的自己本具的妙明真心 所以这16个字大家可以去好好体会 那如果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清净了 这个我们要撒净的境界 看起来是来个地方撒干净 实际上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内心 所以内外中间都没有任何的染污 那一切都是清净本具的 盛凡悠闲总清凉 悠闲这个就是明阳的意思 所以明阳两立 那于是我们很清楚就知道外境也没有染污 我们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染污 这最重要的 我们想我们的内心好像有染污 我们好像有烦恼 实际上我们就是能够了解 尘不染尘反做自己 因为这个尘不仅是外在的沉净 还有我内心当中的烦恼 内心当中的影像 这些法尘 所以内心当中的法尘 也没染污 也没清净 本来如是 尘不染尘 所以起了烦恼 你就知道烦恼就是烦恼 不要再相续 断这个相续心 然后要反做自己 去看到自己本来就具足的清净 圆妙的心 下一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查林玉禅师 他的开悟记 这禅师有一天 他就是骑了一头驴子 他就过桥 那结果这个驴子不小心 就跌倒了 那所以连人带驴 就掉到水里头去了 那查林玉禅师 他掉到水里啊 我们想想看 他掉到水里 这个水 就是跟他的身体 一定是有接触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促成 可是他掉到水里头 他并没有因为 所以掉到水里 他就不开心 像我们一般人啊 如果你不会游泳的 掉到水里 身体接触到水 我们一定是紧张 害怕 想要呼救 想要看有没有谁来救我 那或者就是 如果会游泳的 你掉下去 你可能会觉得 很快就爬上来 但是你也会 嘀嘀咕咕 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这么衰 为什么你这驴子 竟然这头驴 你这是笨驴啊 竟然 把我摔到这个 河里头去了 害我搞得全身 湿哒哒的 那么这个就是凡人的境界 可是 蚕湿并不是这样的境界 他的身体被水接触到了 却因为这样子 就洗清了 他本来有疑惑的心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 骑在驴子的这个 背上的时候 他一定是 要么 他是保持 刚刚前面讲的 不动的心 不思维 要么 他就是正在思维 所以他在思维 佛法的毅力 那么于是 他掉到水里头的时候 突然 啪 掉到水里头 他就开 开悟了 那么开悟了就是 他的心 我们要听到这边 看到这里讲的 最后面两行 那能知的妙明真心 他没有被这个水 接触到身体 的这个处境啊 所撼动 或者有所损伤 他的心 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这是妙明真心 不损伤 他的染污心 也没有升起 反而升起的 是一个清静的 一个境界 因此 这个 查林玉禅师 才可以讲出 这样子的一个开悟纪 我有明珠一颗 久被城牢 关锁 今朝沉浸光声 照破山河万朵 这里的明珠 代表的就是 他的妙明真心 所以他的妙明真心啊 他前面可能在思维东西 思维思维 他在推敲 推敲 推敲不出来 这时候因为落水的因缘 一刹那间 他的心就被这个水 好像洗干净了 洗清醒了 所以城牢 把这个烦恼 城牢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洗尘 把这个城牢啊 能够一切洗干净了 所以看起来 好像也没有洗尘 又看起来 又好像有在洗尘 到底有水 有这个有洗尘 还是没洗尘 这个就由大家 自己去思维 自己去 去体悟了 那么 所以他的妙明真心 就现行出来了 那本来是 把自己 这些烦恼啊 让他自己 可能一个疑惑的境界啊 就这样子 全部都是打破了 这个境界 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 禅师的境界啊 我们也可以反观自照 来思维一下 今天如果是我 跌到水里头 那譬如说 我是走在河岸边 本来在欣赏风景 觉得很不错 结果有人呢 就把我推下去了 或者是我自己 一个不小心 没站稳 那么我就跌到水里头了 身体触碰到水 我全身都湿哒哒的 本来一个很开心的热兽 就没了 这时候就变成了是苦兽 原来的这个 很欢喜的境界 这个热兽也 没了 所以就是这个热兽 就产生了这个 坏苦 那么我当下呢 我的心当中 可能会有什么感触 因为身体接触到水嘛 这个是有 处沉浸的感受出现了 那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不如意的境界 或者他也不见得如意 或不如意 只要我掉下去的时候 我能够保持绝躁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如意不如意的问题了 那么我如何来关照 让我的负面情绪 不要升起 甚至呢 能够像禅师一样 能够开悟 有所领悟 那另外除了 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啊 这个佛门当中 有一个皮尼日用 那这皮尼日用 是来自于 华严经的进行品 其中一个就是 洗浴身体 当愿众生 身心无垢 内外光洁 所以下次 以后大家洗澡的时候 要进去洗澡 要保持正面 就可以念这十六个字 来提醒自己 我在洗澡的时候 不是只有洗我自己的色身清净 我还要发愿 希望我的身心都能够没有够染 都只有妙处 没有妄处 而且我的内外 内就是内心跟外境 这个色身全部都是能够光明 能够清洁 那不仅是我这样子 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一样 身心无垢 内外光洁 好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促成圆通 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也就是在行中 坐卧当中 我们要好好地去守护自己的根本 就是要善护我们的六根 就像巴陀 婆罗 菩萨一样 巴陀 婆罗 菩萨就是善护 菩萨 所以我们要善护我们的六根 那善护六根呢 心不随外在的沉浸而染污而迷失而流转不停 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的日常的修行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再体会说 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经验 不管是合我心意的 或者不合我心意的 或者也没什么合不合 都可以成为我的证悟的因缘 所以就像这查理玉禅师一样 掉到水里头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开心的经验 一个不好的经验 但是却因为这样子的经验 让它沉到正果 那巴陀婆罗菩萨去洗澡 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是好的经验吗 是开心是不开心 或者根本也没开心不开心 那么这样的经验 可不可以让我也能够成为证悟的因缘 所以我们就有几题练习题 给大家去练一练 就是譬如你如果有去逛街 那我们用手去挑选衣物的时候 你手去摸衣服的这个质料 这质地 你就感受一下这个触觉是什么 那另外如果我自己有涂抹乳液的习惯的话 不管是涂抹脸或者是身或者是手会裂开 你要去涂乳液 那你在涂的过程当中 你仔细的慢慢的涂 把心静下来收回来 去细细的去体会 这样子去触摸皮肤的时候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用 比如说风吹我们的脸的感受 如果我去爬山 我就找一块地方 然后静静的 让风轻轻的吹我们的皮肤 然后去体会一下 去感受一下这个触觉 那如果你要在家里练习也可以 你把电扇打开 那个风吹开到最小 轻轻的对着你自己的身体来吹 然后试着去感受一下 这不是说你一定要把电扇打开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而是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去练习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反省检讨 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洗澡 我是像贵妃沐浴一样 一入浴就一个小时吗 还是我是都是洗战斗澡 一分钟两分钟我就洗完了 那洗很快很快很快 很急着就要赶快把这件事情了结 那我在动水 在冲淋我的身体的时候 或者是你是泡澡的时候 那么试着就是运用这个 出城远通的四维法门 想一想 不物水晕 既不洗澄 一不洗体 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或者也可以用刚刚讲的洒净文 水不挤水 妙己法身 成不染成 打坐自己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用这个去思维 然后提醒自己 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 然后去了解一下 不要再被这些所有的感知啊 感触啊 这些情绪给带着跑 那这些刚刚上面讲的 就是日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情景 那如果是静坐的时候 我们身体可能会产生 动阳冷热 轻重色滑 等等这八处 如果这个八处产生了 我怎么样去思维 这个处成的空性 我们也可以运用 刚刚讲的这个圆通的道理 你就去思维 譬如说 这个热处现前 因为八处 为什么称为这个处字 因为它是跟身体 所产生的一种感受 所以才称为八处 那譬如说 我觉得 这样子很热 那么你可以思维 热不自热 热从心生 心中无热 热不自热 这个热到底热处是从哪里来的 还不是就是因为我在这里静坐 然后心 身心的一个反应的现象吗 那只要心当中我能够保持宁静 那么根本就没有这个热处的产生了 那这些热处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 很快的就会消退了 就不会是一种干扰的境界 这个就是先跟大家简单解释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来运用一下 如果你产生了八处 你怎么样来思维 如果你们在静坐的时候 有八处现象产生 你试着思维 那你又思维不起来 那么你们可以跟师父联络 然后就是把你的心得 或者你遇到的障碍 或者你遇到的障碍 再跟师父说 然后看看怎么样解决你这个 八处的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那功课呢 就是要去背诵 磨合加设 它的法成圆通 这个大家要记得 问的这个问题就是 能言经讲的舍是用根 我们要知道这个根就是我们刚刚最前面讲到的根性 那于是在能言经里面提到这个根性 最主要指的就是我们不动的真心 所以我们能够了知的这个真心 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譬如好 师父这样一声 大家有听到 那你是听到一个声音 这表示你的耳根的作用 我知道有声音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就是用根 用这个耳根 我知道 那我就停住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保持正念正知 你就不要再继续想 诶 师父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声音 那这个声音是 它的频率有多少 这个声音是大还是小 那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 那师父这个弹指的声音 怎么弹得这么不顺呢 那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分别 这个就是是 那因此能言经要强调就是 用根 就是我们用这个根性 知道就好了 保持一个知 就不要再动 那但是众生会 一直心意识着流转 所以这个叫做是 就是刚刚讲的舍是 就是要把我们 会流转的 不断的造作 不断的分别 不断的攀缘的 这个是心 这个是就是分别 把这个忘分别 乱分别的心 要把它舍弃 那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根性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就是 能言经讲的舍是用根 就是不要用这个意识心 染污心一直在相续下去 就知道就好了 不要再让它一直流转 然后流转个不停 所以这就是我们回到最前面一开始讲的 断相续心 这个就是舍是用根的练习法 那十二因缘 当然我们在处受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既然是要用根 那么眼耳鼻舌生意 譬如我现在刚刚讲的听到一个声音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接触 对 刚刚讲的处可以是六根的接触 所以我耳朵听到一个声音 知道有声音就好了 不要再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如果接触到声音 你在我们有一个所谓为是有五变形 作意处受想思 你一旦接触 你就有感受就很快的就冒出来 那这个感受冒出来有好有坏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一接触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练习用根 那么我一接触了 知道就好了 我就停住了 就舍事 我不要再动了 那如果我没有舍事的话 我就不断的分别 事就是分别心嘛 我的分别心就下去了 那么就产生感受 那如果我在产生感受的时候 我能够马上又觉察觉照 又赶快收回来 那么我也不会再流转 就不会有下一个 有贪爱或者是称恨的一个 延续了 所以这时候如果是回应到 刚刚讲的十二因缘的处受爱 你在处的时候 因为我们六根一定都会运用啊 那么我就是用根 那用根了之后呢 我就保持不动 那一旦有受 赶快就止断 断香蓄心 我就不会有后面的流转门 一直到生老死了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 我们来合掌回向 要占总持不动尊 首能阎王 是稀有 笑我一劫颠倒想 不立生起过法身 愿今得果成保亡 还度如是横杀众 将此身心奉尘差 施则名为报佛恩 阿弥陀佛 我说这里是横杀众 你还能够 我看了